停了多长时间呢 钥匙呢 你说刚才呢 刚才就没启动 就是车在这停了有多长时间 今天早上停到这了 今天早上 对 现在完全没有这种反应 那你门是遥控打开的吗 我就感觉怪怪的 说不定就没锁上有可能 有可能就没锁 早上我下午还把行李放上来了 当时门都开开了 后备箱也开了 然后我是等于是早上开出去一趟 然后下午的时候来放个东西 现在就是没反应 后备箱也开不开了 下午后备箱可能开 开 让开 兄弟们目前来看啊 他这个车呢 肯定是没电了 要么电瓶有问题 要么就是 放 就是他说的那没开门 没关门 没锁车 有可能灯没什么没关 导致没电了 但是呢 这老门呢 下的是一个检修的单子 直接付了500元 所以说咱们不能草草的 直接搭电了事 咱们先看一下 瞅了吗 现在连表都戴不动 但是这么看 他这个电瓶 换的时间应该不长 因为电瓶的颜色还挺新 这能检查出是不是电瓶问题 能 可能就是年初才换的 就是电瓶问题 电瓶年初才换的 对 还有也就半年左右 电瓶跟哪放的 应该是在安康 是没电了 对一点电都带不动 兄弟们 此时此刻 我心里非常坎坷 因为 一点电都没有 这是他付了500元 叫的救援 咱们直接搭电 有点对不起 他那500元 不搭吧 也没有办法 所以只能搭电 于是他先发出了拷问 咱们就吓破 但是我现在接下电 就能打着火了 我先试一下 先接下电看 本来我以为他是一张白纸 但是他说的这话 我感觉他经历过 但是为什么偏偏付了这500元 对吧 所以现在咱很郁闷 这还可以带大约 你要太好了 所以现在转向 点创 就是你电瓶没电知道吧 现在我先给你启动 然后看能不能冲进去电 如果说能冲进去电 电瓶的话咱们就可以继续使用 如果说冲不进去 那就证明电瓶有问题了 你是今天早上听着的 那也不存在开灯与关灯的问题 刚上来全都没操作 对 现在究竟是什么导致没电呢 目前为止咱们也不是特别清楚啊 为什么问他开没开呢 怕的就是他没关灯 但是呢来的时候咱也问他了 他说连车门都没锁 直接就打开了 打开之后启动也是没电的 所以说现在无痛得知 到底是什么导致没电的 他双闪也没有开 灯光什么都关闭的 室内灯刚才也看了 现在咱们已经加油门着了 有个15分钟了 如果说电瓶正常 他是应该细会以后能启动打招的 目前试着是能冲进去电 电瓶是能冲进去电的 知道吧 那是熄火了吗 熄火现在熄火是能打招的 那检查不住啊 现在熄火情况是 没有 就是说现在这个情况 只能是看看还会不会出现 如果说还出现的话 那基本上电瓶 100%是电瓶 那我现在还不能开着 能开啊 就开着如果他又打 发动不了 对 反正 这种情况基本上就是电瓶不存电 这也跟温度没关系 把天天晒 大家车都外晒着 跟温度没关系 也不是哪里松我走的 不是不是 这个电瓶换得是 你先熄火吧 嗯 现在初步测的话 只能是电瓶肯定是有问题 知道吧 你就是意思是检查不出来 他检查不出来 他还会不会熄火 自动肯定自动熄火不了 就是还能 你的意思还能不能再打招是吗 对 这种问题的话只能是说 现在只能去试 你如果说不想去试的话 那就直接换电瓶 对 那就检测不了 能检测出来 我先读一下看看吧 奇怪 放这还能放没电了 这把着看到 我和女朋友说 你咋这么拼呢 人家还笑着 今天有电 你说是反正熄火也能发动 就看会不会像之前讲的很热 就是看电瓶有问题没 那就没啥事了 接了个电脑 第一是他的前车 连着我的手 吸了一次了 然后这会儿又熄火了 再等一会儿 刚 人家正测着了 估计这测不了啥 只能试了 就是说看完了还能发动 为啥会导致这样子 就是电瓶本身质量问题 我明白了 那就是 那现在电瓶怎么弄 那不是他销不锤了 电瓶 我这这种情况下 我明天早上还能发动 不确定 不一定 那好吧 那这 人家电瓶没说保修啥的 保修肯定保修 你开回来我就让它去换 开回去 能开回去 肯定让它去换了 那有 不是 我能把电瓶拆了运回去 我这车开回去不能熄火 是吧 尽量 那问题就是怕了你 看到单位去了之后 然后明天你再 准备放单位 准备放单位 但是单位那么远的 现在问题是 你单位有缺 搭会儿的那个 线 你给你吧 会了 我这次搭线的那个 线 我问问同事 帮我对你问一下 连想到时候连想的闹一下 闹一下 回来 回来 是否保险也给搭电了 你说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我没用过 保险有给免费搭电的 你有车损吗 有车损就有免费搭电 有车损吗 车损有 有 有 有就有免费搭电 那它不会限制区域吧 我在白鹿园 不限制区域 哎呀那还可以 那没电的叫个保险 500块钱 我 高一只 对对对 这它今天跟你买的一样 应该是 哎 挂点 嗯 那行吧 那里就注意点 行 好 拜拜 这还不敢开了 开可以开 开了不到路上 就怕有时候吸火 就怕一吸火我再开不了了 对 那就只能这样了 嗯 其他没啥问题 其他没啥 就放这围动 看明天能不能打着 我这个哪有用 如果说打不着 就叫板公司 如果说打着了 你就 有时间 尽量把它这个换了 行 嗯 会不会因为刚通不久 所以测的 跟那个 没什么关系 嗯 那是 对 可死我了 你可不可 我叫做 哪有 反正这没有关系片 不过 你家站着 哎呦 不用了 倒一下 哎 不是 好的 好的 我朋友问我 说 500我就问你 你朋友一晚上轮转500 不能 所以 笑死 你不要 我看到 我看到 还刹个鎚子开死 我又是小型 妈妈 已经回去了 我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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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边 我妈妈 买了 我妈妈 买了 我妈妈 买了 你买了 什么 我妈妈 嗯? 晃了? 明天不行了,你就打电话 这个很有可能是吧 嗯 很有可能 直接扫我一笑 这点接 早上刚直接叫保险 你总共花了多少钱相当于 500两 你这白天叫是多少钱 他基本上白天你说叫救援是吗 就这个情况 就这种情况 因为你叫的相当于是个检修 检修的话他收的费用就比较高 你要直接叫搭电的话 基本上就在100块钱左右 搭电我知道 之前搭过电 因为不确定打电话说可能是线路有问题 主要是 主要是你现在 就是说跟以前情况有可能不一样 你以前叫搭电的时候 有可能车有点电 但是感觉带不动是吧 但是这次嘎嘎嘎啥都没反应了 是吧 所以你叫了个检修 对啊 我怕搭电没用 问了一下 行吧 咱加个微信 你回头如果说车有问题 你可以随时微信联系 擠下这个 这样你就能避免到时候有什么问题 我能直接跟你说出来 我刚问天空不就是说是没电 那个啥 他也是修车的吗 我不是 刚刚熄火了 行 那就 那行 他说要不要熄火再吃一点 我刚熄火了 没问题 有问题你给我发微信就可以 嗯 好 走了啊 我刚刚熄火了